HONDA CR-V 哈囉 粉絲團的各位朋友 大家早安 這一台車是HONDA CR-V 這一台車是CR-V的二代 但是經理可以請大家來猜一下 我自己本身是最喜歡CR-V的幾代 那CR-V的話到現在最新款 一共是五個世代 一代二代 這一台車的話是二代 那二代它的底盤 有很多的車種是共用這樣的底盤車系 這樣的底盤架構 譬如說是CIVIC七代 或者是CIVIC七代的算是DC5 或者是Stream 有一台休旅車的Stream 這些全部都是共用這個底盤架構 但這個車大概已經十來年了 所以現在大家都流行底盤模組化 像是TOYOTA的VMGA底盤 像是福斯的MQB底盤 那這些底盤的話 有大型車、小型車、還有休旅車 全部都是共用這樣底盤 但是HONDA多厲害啊 十來年前大概就都已經用這樣的架構 來節省車系的開發成本 那回到剛剛經理提到的 我自己最喜歡的其實是CRV的一代 一代的話其實它的底盤架構 是前後都是雙A倍的懸吊系統 一般我們都叫大K8 那一台車的話是引擎 動力的話有很多可以選擇 改裝的一個設定 底盤的話 改裝起來也非常有樂趣 那當然最新款的五代的話 已經渦輪化了 所以五代的話其實是我們開過直播 分享數量最多的一個世代 那這台車因為沒有做過一個錄影的分享 所以今天會稍微講解的比較詳細一點點 那這台前面的懸吊系統是賣花層 可是它很特別的地方是 它在避震器的側邊 有做了一個方向機柄 它來固定方向機的一個鍋桿機構 所以在轉向的時候 它的方向機鍋桿會跟著轉動的 這個是在歐系車上也有一些車款 是類似這樣的設計 譬如說Saxo 譬如說在 Range Rover 它也有一些車款都是類似這樣的結構設計 那日系車的話其實是比較少見 如果比較新的一個車系是在Toyota的iQ 這個是大概是兩人做的非常非常小型的小車 也是類似這樣的結構系統 前面的話是賣花層 所以有附一個上座 這個上座下方 原廠的話它有一個直推軸承 但改裝成KT這些都不用理它 因為這些KT就都有附新品了 所以即便這個車已經十來年 上座壞掉換KT都沒關係 因為KT就有附一個新品 那這裡也有一個很多的細節 譬如說這個孔徑 它是做一個追渡孔的 這個是上大下小的追渡孔 所以KT在設計的時候 這個追渡孔也都要符合這個的規格 而且KT還專門開了一個模具 來給這一台車 這個模具大概好幾十萬 都開了這個模具 讓這一款車 這個車系來使用 這個是後方的懸吊系統 後面很短 幾乎比Toyota的Artis還要短 因為它的結構設計 是在比較偏向支點的地方 所以它的彈簧磅數高 阻擬重 長度短 所以這樣的話會有一個小小的缺點 就是它能夠調整長短的空間 會受到避震器長度的限制 但這個沒有辦法 這個是它原來車高的一個 原來結構設計就是這麼短 所以它的長短度的話 會受到一個空間的限制 那這台車原廠大概是四指幅高 今天的話也會略降一點點 好 那來了 後方的話 一樣是多連桿的懸吊系統 後輪在降低的時候 一樣會失胎 Camper一樣會變趴 所以車主的一個觀念也非常棒 也有要改裝仰角調整器 讓後輪角度能夠用仰角調整器 調整的方式 Camper再做正一點點就不會失胎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 後面的避震器裝好 跟仰角調整器的狀況 這一支是原廠後面的仰角 它仰角的話它沒有辦法調整長短 所以它的Camper角度並沒有辦法改變 那改裝成Harris的仰角調整器之後 可以從這一個長短的調整 來改變後輪這個角度 這個如果常看經理直播大概就知道了 來這個叫竖角 這個叫仰角 所以這一支的調整 就是要校正這個角度的 那原廠其實它有一個螺絲 是可以調整竖角跟微幅的仰角 可是偏心螺絲它能調整的幅度 真的是很有限 所以改成全幅可調的 它能調整的幅度 就非常非常寬裕 這個是後方的避震器結構 那這台車KT有附上座 所以像這個後面上座也用了一段時間 可能也差不多快損壞了 它的上座板充壓鐵件是不會壞 可是它的上方橡皮的話 一樣是消耗品 所以這個上座的話 KT有附一個新品 那可以看到的是它的避震器 即便改裝成KT之後 它的長短度也都特別特別的短 所以它的下方這一節的 可以調整的空間 其實是不多的 所以它沒有辦法 哇 最高比原廠高 最低要暢列 沒有辦法 它能調整的範圍 就大概是上下 大概是兩指幅左右 大概三公分左右 因為它本來的長短度 就會比較短一點點 那車友的話 本來也有改裝 這個應該是 也是Hardless的產品 後面的加粗的防晴感 在這個地方 這個產品的話 也做得不錯 它有一些 這個是後方ABS感應線的固定吊架 它是固定在 楊角調整器這邊 改裝的話 也都有 也都有這些的固定吊架 那後面的阻尼調整的話 就要從上方 從後座裡面 才有辦法做 軟硬度的調整 那前面的話 才是這台車的重頭戲 前方的話 這裡有一個方向機柄 這個方向機柄 所以這個方向機 它就是從這個地方 來做控制 因為一般方向機的話 會設計的比較下方 是從仰角後方來做控制 但這台車設計 就是從這個地方來做 還蠻特別的 還蠻特別的 所以這裡的話 這個是一個合上頭 它的角度是一個追尋孔 所以這個仰角的柄 也是做一個追尋孔 來符合這個角度 之後再做鎖附 但是這顆螺絲 萬一有問題的時候 是很可怕 因為有可能會 會沒辦法轉向 那車子就有可能會失控 所以這裡的話 這顆螺帽 還特別有做了一個插銷 從這裡算是一個 多出來的一個安全機構 所以這裡有一個插銷 那防止這個螺帽 鬆脫的時候 萬一這個沒辦法操控 是會失控 是有危險性的 所以這裡的話 原廠也有 原廠應該要有的 一個安全機制 有人找我 好 那這一台車 二代 一代 五代 全部CRB 就是代表它是一個休旅車 所以一半休旅車 我們在配置的時候 前面的彈簧 就盡量 除非是比較熱血 比較禁忌的 所以一般來說 麥花城的前面懸吊系統 我們配置的彈簧 就是一個燈籠型的彈簧 7公斤 這一條彈簧 還蠻長上向 因為休旅車的話 我們就是配這條彈簧 200長7公斤 它的圈徑比較大 所以它的彈簧 作動的行程 多了35% 也會比較舒適 所以比較符合 像這樣休旅車 一個乘坐的感覺 來 那這裡的話 會有兩個齒輪狀的托盤 很特別 很少很少 會有這樣的狀況 一般來說 會只有一個 那其實在這個齒輪狀 下方這個托盤的 底下 其實還有一個 防鬆滑絲 一個波浪型的防鬆滑絲 但是這樣的一個懸吊設計 這個齒輪狀的托盤 在轉向的時候 很容易會鬆脫 所以我們再做了一個 第二道的防線 防止它的托盤鬆脫 所以這兩個托盤 第一個下方的托盤 先敲緊了之後 再來鎖住第二個 這個是有兩道的關卡 因為這台車 它的在轉向的時候 比較容易鬆脫 所以我們就會多了一個防線 那這裡當然有一些 固定架之類的 油管固定架 ABS感應線 這些都是給 CR-V2代所專用的規格 那前面車高調整比較簡單 我們這個整體的長度 如果拉長的話 它的車高就變高 那縮短的話 車高就變低 那上方的話 引擎室打開 在這個地方 車友因為有加裝的拉桿 在這個上座的中心點 有一顆旋鈕 這一顆旋鈕 這顆旋鈕就是 KT的調整 軟硬的阻尼 調整棒 可以從這個地方 來調整阻尼 往順時針的話 就是變硬 往逆時針的話 就變軟 所以可以從這個地方 來調整 前方的軟硬度 好 這個是 VTEC引擎 算是HONDA經典的一個引擎系統 OK 以上是今天 CR-V2代的安裝直播分享 那KT用料經理剛剛漏掉了說 因為這個影片 我們不只放在直播 也會放在YouTube 在用料的部分 KT一樣使用的是 義大利IP的主名友 那 油風的部分 這台車是日系車 很多的車友 都會選擇是TING的品牌 日本TING的品牌 算是日本很棒的一個改裝品牌 它的耐用度的話相當的不錯 TING所使用的油風 也是使用日本NOK的油風 跟KT的品牌都是一樣 都是使用日本最棒的油風 那 有一個最大的優勢就是 KT本身就是製造的工廠 我們並不是偽油他廠來做代工 所以 避震器的話 其實它有使用的壽命 即便用那麼好的阻尼 它用久了之後 阻尼還是會衰退會劣化 那到時候 可以針對任何一個零件 例如說防塵套 饅頭 甚至是裡面的阻尼 阻尼油已經有裂化了 這些都是可以翻修 可以來做整理的 那這個是KT才有 有辦法做這些售後的服務 但這些大廠 包含KW也好 或者是貝士登也好 大概最近幾年 也都陸續有在台灣呢 做這些維修中心 所以這個也是 未來避震器發展的一個趨勢 那在觀念的部分的話 大家也都越來越好 不會一套避震器 用到漏油之後 就把它丟掉 其實這些都是可以整修 可以翻新的 那KT的話 除了製造的敗行之外 我們也有完整的 消瘦體系 在北區有北區的經銷商 那中區的話 也有中區的 飛魚底彈器 也是我們中區的經銷商 南部的話 也有好多好多的店家 可以服務給車友 那如果車友們有想要試乘 或者是有任何問題的話 都歡迎跟我們聯絡 OK 以上是今天的直播分享 謝謝大家 掰掰